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于民主 民主 等于台湾 对不对 台湾曾日举行大选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当选台湾新一任的总统 也是首位雷总统 她以三百万票之差 击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在她领导下的民进党 在立法委员选举浪括68席 超过议会一半议席 民进党第一次在总统和立委选举 取得优势 全面执掌政权 昨天 台湾一千二百多万选民 投票选出新一届总统和立法委员 总统选举结果 一如选前民调所料 蔡英文已压倒胜德票率承出 在立委选举 选情反而是有史以来 竞争最激烈的一届 这届一共有28个政党派人参选 556名候选人 竞选113个立委移植 时代力量是其中一个新生政党 骨幹是前年领导太阳花学运 反对两岸签订服务贸易协议的核心人物 这次他们组党参选立委 被誉为蓝绿之外的第三势力 你好 三好 三好 谢谢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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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力量主席王国昌 是法律学者 反中形象施名 今届他们派出12人参选立委 而他自己就在新北市参选 正刚主族是宪法改革 台湾社会沉闷太久 那我们如果没有马上进行一些 重要的改革 追求改变的话 事实上台湾所面临的处境 越来越险峻 希望在立法院里面 推动重要的方案改革 实现人民做主 安全移民的目标 台湾要改定 要是年轻人 台湾的公民社会 在要求非常多的改革 中国国民党长期以来 在台湾的国会 是不断的 站在反改革的那一方 就是跟人民对立 时代力量长期的目标 是要取代中国国民党 这一场选战 代表的是 价值之争 我跟小英主席不同的 不过 我们都是改革派 我们都是要推动 台湾的进展 这样对吗 对 好 我们现在被人换口号 小英主席 民主前进 为了击败国民党 时代力量 选择和民进党合作 在多个选区 民进党还主动让路 不派人参选 主席蔡英文 还帮王国昌站台拉票 我们就让国民党输得彻底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好 华安国昌一票 蔡英文一票好不好 好 好 我们 占有的这一个形容词 非常的贴切 时代力量去挑战的 都是传统上 民主进步党 从来没有赢过的选区 也就是所谓的 蓝大于旅的坚困选区 可能对很多中间 或者是年轻的选年来讲 不太愿意选择加入 既有的两个政党 他会觉得我们是一股新的 比较清新 比较有理想性的力量 欢迎 李欣杰以他的竞选 台队上台 欢迎欣杰 很多人就觉得 我们小党新人 好像没有什么实力 但是我相信 有这样跨世代的组合 还有很多在地的力量 我们一定可以把新政治 推入国会 同时代力量一样 社会民主党 亦都是太阳花学混后 新成立的政党 政治素人呂欣杰 代表社会民主党 参选台北市分区立委 她将选战焦点 放在民生议题 挑战连任的国民党 知心立委 我发现松山新义区 贫富差距非常大 这一区没有公立的长照中心 因为我认为台湾过去的政治 其实有太多的口水散 台湾的民主下一个阶段 就是我们可以好好的来 谈政见谈政策 我认为选民最想要的是一个 改变的希望 非常优秀的社工 因为她年轻 有活力 可以让政治有不一样的思考和空间 这次选举过后 蓝绿也不要再有蓝绿 也希望有多一点不一样的颜色 最好变成一道彩虹 社民党和时代力量一样 都主张台湾独立 但是在选举过程 呂恩杰刻意避开统独议题 因为真的讲到同都 她那个既定印象绑得很紧 很多议题就没有办法继续讨论下去 我有有事少接少爱 不然就有人冲过来说 你支持台湾独立吗 我说我支持啊 但是我认为要怎么样的独立 需要经过大家的讨论 然后她就这样 然后就走 我觉得台湾有更多的选民 她是希望清楚地知道 你的理想跟政策 她不是就是像过去这种 她看你是怎么党 就一定投你 2 1 台湾 台湾就是你了 过去八年的国民党的执政 尤其是马英九的执政表现 是令很多民众非常不满意的 所以我觉得目前这次选举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氛围 就是整个的反国民党 所谓的反国民党 或者说反中俄的力量 这个绿色盟实在力量 仍然有它一定的一个吸引力 两大党斗来斗去 其实忽略了部分的选民的声音 而这个蓝绿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声音 或者说该重视的议题 是透过这些政党来反应 这些声音 还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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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 台湾公民社会运动 一浪接一浪 民众渴求社会改革 台湾立法 接有34个不分区立委议积 按政党得票比例分配 民进党今季邀请民间团体知名人士 代表他们参选不分区立委 希望冲谈过去 只是考虑政党利益的印象 我认为过去都是 柴狼虎豹的中央政府 跟地方政府 他们看到农地就想要征收 就想要开发 而且不是为了公共利益 蔡培慧多年来 关注农业发展 和土地开发问题 接受民进党邀请 参选不分区議席 那他的政治角力 往往都不是为了公共利益 他背后还有他盘算的派系 所以他就会做土地开发 跟财团合作 这是台湾过去八年来很大的弊端 九年前 政府以郭建看守所为理由 征收新北市郊区农地 蔡培慧协助农民抗争 农地先暂时得以保留 他说要继续为农民发声 走入建制会更有效 如果你有土地征收条例 你的征收名目 都要符合公共利益 这些细节看起来 就不是土城遇到的问题 而是整个法律结构的调整 对我们努力 对我们土地正义 有非常多付出 蔡培慧 只要他想要回来南岛 我们阿爸的政策 会来支持他 有技术 有资金 有土地 好好地在这里打招 好吗 谢谢 谢谢 总统好 总统好 未来的总统 他可能会参与TPP TPP对农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抗衡 然后去反对TPP 在我的心中没有党义 只有人民的意志 国外乌 反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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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软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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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们的总统候选人 立委候选人 台湾的空气多么的糟 我们已经是乌克人了 长期推动公民参与的何忠勋 担心民进党执政后 民间监察政府的力量 会被削弱 一些公平团体的诉求跟主张 当然比较容易会让未来的执政党听得到 但是呢 是不是真的能够有机会去改变 或者是因为 有更多的人进入到体制内 那反而呢 会削弱了体制外的力量 竞选策略奏效 民进党在不分区立委 赢到18个议席 得票率是历界之冠 立委投票结果 李英杰所属的社会民主党 赢不到立委议席 不过王国昌领导的时代力量 就赢到五席 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时代力量进入立法院之后 他们并不会成为民进党的尾巴党 也不是说民进党所有政策 时代力量一定要支持 但是在未来的整个立法院运作上 他应该能够发挥 比过去的台联更具有战斗力的 一个这样子一个监督的角色 贵 won 湛中心 一张指数 军地席 参战网 市民主政治员 informed 了解 参战网 我们大赌国败 我们就要非选非选一个成络 台湾今届大选的选情一面倒 蔡英文以689万票当选总统 也带动民进党的立委选情 在立法院113个议席 赢得过半数 民进党第一次全面执政 与2000年民进党首次执政有明显分别 厄建明是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 因此各族连任 他说党内上下都以力聘立法院议席过半为目标 有助日后蔡英文执政 我们长期用都市暴力 我们所想改革 包括风头爬 其实社会府的政策 他都是在阻挡 这次终于有机会 没能够过半 而且国民党一定不会过半 这是改变台湾政治生态最重要的一个大变革 民进党选情大好 反观国民党士气一直低迷 党内争讨不断 选前三个月 突然切换原来的总统候选人洪秀柱 引起党员不满 之后又爆出副总统候选人王于远 买卖军宅获利 选情再度受挫 我决定吧 这二十几年来 投资券改宅的所有投资获利 全部捐出 那么这二十三年来都是靠大家的支持和爱护 那丁所忠也没有给大家露气 集中选票支持要选就选最好的 面对民进党和其他政党派出年轻候选人的挑战 国民党多名资深立委纷纷打高级牌 身为朱立伦竞选总部主委的胡志强 都要四出枯票 国民党现在走到了一个很低的逼潮 我们扶他一把再站起来好不好 好 现在很危险 乱讲也没那么危险 外面有人讲 国民党还没有跌到谷底 一定要狠狠地让他再跌下去 好教训他 我们得的教训还不够吗 国民党以往打经济政策牌 都可以得到选民支持 633不只是个数字 更是我们对台湾的承诺 但是马英九执政八年以来 都无法兑现当年的竞选承诺 而事实是台湾人实际新金 倒退到16年前 去年的经济增长近乎零 胡志强承认 马英九政绩拖累选情 他答应而没有做的 我们要承担 反对党天天在外面讲说 改变 意思就是要从国民党换成民进党 我们也可以讲改变 我们是从马英九改变 到朱立伦啊 我们就不能改变吗 改变 改变 我们失败了 国民党败权 我们努力不够 我们辜负了所有选民的期待 失去中央执政 而且我们也失去国会的多数 这是我们国民党 史无前例的巨变 国民党继续开革 国民党不单止输了总统选举 立委选举也都惨败 只是赢到三十五席 马英九执政期间 积极推动两岸经贸发展 大陆和台湾先后签署二十几行协议 开放陆客访台观光旅游 和陆生到台湾升学 而大选前两个月的集法会 更被他形容是 未来两岸领导人互动 建立对等又有尊严模式 但是再次执政的民进党 一直没有放弃台独党国 在竞选期间 总统候选人会晤工商界代表 蔡英文大派定心丸 我主张以维持现状 作为处理两岸事务的核心原则 我们有沟通 不挑衅 不会有意外 民进党不敢让他退步 也会得罪台湾一般中间选民 大陆也不可能让台湾退步 怕台湾再退一步 退一步往哪里退 一定是往美国那边退 大陆也不愿意建 台湾现在最需要大陆协助的 就是台湾的国际空间 上届总统选举 蔡英文因为两岸关系政策模糊而落败 今次选举 民进党原先对两岸议题一直回避 不过对手朱立伦一再攻击蔡英文 不接受国共两党达成的一个中国 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 在关心请教蔡主席您到底简单的告诉我们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九二年我也说过了 是发生了两岸是有会谈 而这个会谈的精神就是刚才宋主席讲 就是我们秉持相互谅解能够求同存异 九二年并没有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是在2000年才出来的一个名词 大家采取一个诚意沟通 我相信两岸关系是可以维持稳定的 九二共识它不是唯一的选项 九二共识是一个选项 但是它不是唯一的选项 它知道中共希望它在九二共识有一些回应 那它也知道台湾的中间选民 也希望它在两岸的政策上更稳定 因为如果蔡英文被塑造成是个台独 它当选那不是就刚好是被反习近平的人说 台独势力上台 所以它反而把蔡英文塑造成一个比较温和的 大家可以发现从蔡英文宣布要参选以后 大陆对于蔡英文没有一句批评 蔡英文讲的话大陆也没有反驳 那就是要把蔡英文说到成一个比较中性的 那我觉得蔡英文她一方面 她提出了这样一个九二共识的历史说 一方面她不去面对九二共识 她既可以照顾她的过去的支持者 也可以让北京有台阶可以下 台湾主流民意倾向两岸关系维持现状 移民间越来越担心 大陆会以经济手段加快两岸统一 冲击台湾社会 前年发生反对两岸服务协议的太阳花学运 到最近传出有疑似解放军资金 计划收购台湾传媒 都引起社会疑累 大陆一直希望能够透过经济触筒 他越想这样做 台湾社会越担心 反弹就越大 国民党他一直没有办法去面对 从决运到九合一大选 国民党败选的原因在哪里 其实就是因为你太让大家觉得 你太轻忠了 所以蔡英文当选我认为 说实在的 等于是扎扎实实地跟中国谁弄 就是你的经济的帮助 你的路克来台 你的马席会 并没有办法影响台湾人民的选择 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 中共现在很担心蔡英文当选之后 会完全的亲美有日 冷宗对中国大陆冷 台湾选民用选票作出选择 民进党的蔡英文高票当选 翻转岛内政治格局 他当选后再次重新 维持两岸稳定的决心 我一次现状是我对台湾人民 跟国际社会的承诺 我一定说到做到 我也想大家保证 未来会处理两岸关系 会积极沟通 不小心也不会有意外 你们会回首 感谢你们 感谢大家 谢谢你们 愿我 我们才有力量 有你们 我们是一首 准复 愿我 是